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业 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 台湾移民一条路 由专业顾问为你量身订造 由申请资格评估 安排投资项目 递交投审书 及领取居留证 全程陪同 令你安心更放心 宏愿海外物业投资中心 呈现的英国楼盘秦泥 将会在宏愿移民 位于香港沙厂工业大厦 第五期的长期展销厅举行 向大家介绍英国不同的楼盘 快点打来621-4438查询 这些大飞 姑且称之为大飞 大飞橡皮艇 很多时候我们刚才张三提过 很多时候在西湾河水晶基地 出两只 你追我一族 在维港那里 我们都见到这些浪花 不时就吹起 砰砰砰砰砰的 维港的风浪都如丝 如丝这样 台湾海峡 我想如丝 它是开得很快的 如果你缺丝那些就开得很快的 很快的 现在那一只橡皮艇的降魔打得很厉害的 现在就是 台湾有些这样的 以往偷渡来台湾都有的 它是两船并行 或者大船放小船 即是说一只橡皮艇 或者一只小的山板 跟着旁边的大船一起行 即是保护你船上的人的东哥豆腐 或者那只小船 根本就放在大船那里 去到台湾的中线的时候 要么就放你 要么就放一只船下去 就让你去中线那里 即是刚才我所说的 将那里照如同一样 所以就怀疑这个周胜男子 就是有人接应的 即是海巡也都将它 因为它 它现在要看回 要看回雷达 因为可能真的走到眼 那它现在要回 即是海巡会看回当时的雷达回带 看回海巡那个雷达 究竟海面上有没有什么样的 这个就做借镜了 下一次如果有这些类似的物体 那要留心了 可能就是原来是这些橡皮艇 以往可能要 因为浪飘来飘来 可能都在雷达都会反映出来的 那如果有一些特定目标 原来那些橡皮艇 看回带之后 锁定这些目标 将来就作为一个参考 我觉得都 所以即是你说 如果我们说它是中共间谍的话 那也都提醒了台湾的海巡 那好了 那有些人说 喂搞错 你台湾的海防不就是很差啊 那如果我们当它是正常的 当它是正常的 那大陆的海防也都不见得好 那它离开了海岸都看不到 是吧 那如果你当这一宗是有背后有阴谋的 那大陆就有意放它 台湾看不到 是吧 那它就 大陆就觉得 用这些招原来可以的 那但是 就是我们都说一只当然可以了 当你有二三只一齐 穿过台湾海峡中线 去向这个台湾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 是比较容易上岸的 因为台湾 因为在台湾的西边 是有三个地方 比较容易登陆的 比如新竹这些地方都容易登陆的 如果这些橡皮艇来说 其实就 没什么错用的 到处都可以登陆的了 就不一定要什么说的了 但是都对你死人了 他说如果有人缘失职 将会已处 哈哈哈哈 那好了 那究竟这人为什么会过来呢 过往都有偷渡了 那一分钟 这人如果是 他没有证明到 在大陆有什么特殊的 争取过什么民主自由 一些异见人士 或者一些民运人士等等 那就会将他收监 最低就是一年 最高都是三年 那混完之后 就会送回大陆来 那这个就是 那我估计这人都是 你说傻佬 我又觉得不是傻佬的 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背后阴谋呢 可能有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测试你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台湾也都奈你不赶 嗯 是吧 那你只不过是非法警 或者他真是一个傻佬 就是说真的想去台湾 傻佬我觉得 一会儿讲的 金门去 不是这个 福建去金门 那他左手有民主 右手有自由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证明啊 这些人发青洞人 有青洞人 因为整个台湾 整个可能是太大了 那你说要挖一架橡皮艇 两架橡皮艇 其实真的很难看的 嗯 但是如果你说 以后登陆才能够 20架 或者一些大艇 就一定能测试到的 不过这个人呢 遲些不行呢 中共方面就会出一大大了 这条周某呢 涉嫌已经是在福建市 什么福建什么地方呢 就是有这么大大快乐 不过这样啊 被通缉的 事隔十天 今天当成十天 嗯 中共是没有任何的发表声明的 嗯 看看你台湾怎么走 有没有说他是逃犯 有没有说他是什么意见人士 有没有说是嫖妓的 是的 所以呢 这条人最后可能 都可能还有 除了遣返大陆之外 或者是以收容代替的身份 去台湾生活 都可能有的 不知道 要代替 是的 所以呢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是不是中共在这儿测试 台湾的防卫能力呢 这个都是国安上的一个 是 那也提醒台湾 是的 有这件事的时候 大家加强一点 你说是不是失职呢 因为其实就算去到以前 就是军事年代 六七十年代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其实两岸的水轨 金门马祖就游去福建 福建厦门游去金门两边 那些人都是游来游去的 那些人 那就是那个海外线 你一个人两个人游呢 其实就真的未必 未必看得到的 好了 我们讲另外一件 这个真的是我怀疑 是傻傻的 5月4日 凌晨4点50分 这个岸济 岸济雷达 即是岸上的那些雷达 就测到 在金门北边海域 就发现了一个可疑光点 持续向岸边靠近 用海外线去显示这个操作 就交叉比对之后 就确定这个光点 就不是一个正常作业的船脊 立即通报这个海上的海巡队 就展开这个搜索 这个人就发现了一个人 就是用一个陆庸的无动力仗备艇 他就是撑船 撑过 这个真是买少了 他没有买了船尾机 不够钱了 不够钱了 他只是买了两个娃娃的那些奖 不似的 他还有什么呢 他肚饿还带了一些水 5点53分 海巡缩司人员 这个查册队就是这个石斯山 就成功缩获了一名企图 闯关的大陆籍男子 他用无动力的仗备艇 我说了 用蛙掌方式企图偷渡 经过清查 这名姓江的男子 带着一个行李箱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就有这个行动电源两个 就是说 后备电 后备电两个 尿袋 手机两个 银行卡两张 熟猪肉的水架16尺 他说怕肚饿 他说的 江姓男子说的 猪肉不准入境 是啊 所以即时就是 烧毁 穿了保护衣 有关人员穿了保护衣 为了那十几只水架 穿了保护衣 保护衣就拿去烧毁 所以我怀疑这条 这条真的傻的 你带16只水架 有多远 福建去金门很近 看都看得到的 如果挖不到的时候 冲了出去外岛 有十两只水架 等于你由摩星嶺 就餐厅去大嶼山 不是很远 那问题 你拿些卡来干嘛 拿些卡来干嘛 上楼下来干嘛 吃完水架 还要去买早餐 这个呢 又是说你投奔之后的 那就是 十天里面 发生了两单 这些投奔之后的事情 如果以前 两张年代 哇这些就行啦 大哥有黄金奖上的 没有开飞机 没有 没有 陆路也有 当然不像开飞机 那些在说多少百两 这些都有少量黄金给你的 老实说 这些姓公 不是姓周 这条男子 生不逢时 哈哈 你早出生 几十年 在两张年代 你起码反共议事 大佬 所以呢 究竟为什么突然之间 十天里面 发生了两单 这些呢 我们不知道 就是 如果以前来说 台湾当然 就是在反共 那麽次的年代 当然是作到这两个人 怎样在大陆 在福建 怎样妻惨 被这个共匪压逼 投奔之后 那在这个时候 我估计就 应该没有这支歌仔唱 那就是大家又说 为什么会金门那边 是查到 你台中的 就是找不到这条人 不可能啊大佬 如果福建去金门 有多么原因 因为金门以前是军事区 那就是属于战区 那在对面 刚才我说 就是摩星岭去大余山 那麽近的 所以呢 可能远一点 所以平时那里 而且金门很小 所以那些沙站 完全可以监控整个海面 还有海浪没有那麽高 现在我们就是说 为什麽查不到 因为海浪太高 被海浪阻住了 雷达的反射 最近呢 在一个经济 在经济领域里面 有一个很红的人 他就是在台湾 金门 以前是金门驻军 应该是复兵役 那他就抱着蓝球 游过去福建 这个不是张毅 不是 姓林的 是的 林维夫现在是 以前是中央民航行长 现在是世界 世界 现在是世界 所以这条人 应该都换了界了 很高级 他不知道是什麽顾问 很高级 很高级 大陆是很相信他的 没错 所以呢 自从他用乒乓球游过去福建 南球 之后就不给他打籃球 林维夫好像是来过科大教书 是的 因为他前几年 他老爸过了身 他就回来奔所都不可以 他老婆可以 他不行 因为他是逃犯 他真是逃犯 他真是逃犯 不是林郑厚宗的逃犯 他是高级逃犯 这个是世界级逃犯 好 那两件事说完了 接着又有什麽 我们来讲讲 这个 文进董高层之子 趙介佑 贩毒被押 丑事连环爆 北市党部 急急开集 是 这个赵介佑是什麽村人呢 张先生 他老爸是台北市党部的人 民进党 台北市党部的平议会召集人 都很高级 都很高级 很高级 高层水 平议会通常都是神台吸人马 不是平议会很高 很大拳的 一点点 那这个人呢 因为他都是卖毒品 本来我和前卿我卖给你的 我结果没卖给你 就卖给你一条鸵 谁知道这个鸵就吸毒死了 就爆出来 那前卿就要找我算账了 喂 你搞乱了我的鸵 那我当然不承认了 他才不跟我的 所以呢 那他就变了前 就是我们用人名来代表 如果我讲人名 大家可能不清楚 那前卿之外 就整天就蹲了在这个 北投这个叫做 孖祖文化协会 我经常蹲在那里 那所以前卿呢 就找了他的鸵呢 就在这个孖祖协会前面呢 就向天鸣枪 就是警告我 那他们呢 就跟着走了 那就 警方当然来到了 喂 你怎么搞错 就是当街当街开枪都可以 那人就走了 那就只是发现了一架 什么佛泰雷 那些 那些名贵跑车 不是法拉利的 不知道是什么拉提 马沙拉提 马沙拉提 看到一架车 哇马沙拉提 用这么名贵的车 开枪 好了 那一路追查下去 那原来就查到 原来这个 这个赵介佑是什么人物呢 厉害了 原来他是 我巴士里刚 对了 差不多我巴士里刚 李刚其实那个官位不高的 李刚 但是呢 不高的高位 的官位 都可以 权力很大 影响到这么大 所以呢 赵介佑一查 查到他老爸 原来台北 就是民进党台北市党部的平议会的赵贼人 而这个赵介佑呢 又是党代表 身份 那些党代表是很少的 一个箭掉下去 掉到三个可能 有半个都不是的 所以呢 就是这些位置很远克 好了 那又再牵扯到什么人出来呢 牵扯到叫做 王 王什么国 王胜 王胜国 王胜国 王胜国原来是台北市党部的主委 早期 就是上一届 那 这个党代表呢 就是由 这个王胜国呢 推荐给党部 那 和他老爸这个 平议会的赵贼人呢 也是王胜国推荐 王胜国退了下来之后呢 哪个接任呢 就是这个 吴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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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这个 蔣万安 对选台北的立法委员 就是都是帥仔来的 参选立法委员而已 那就是 都是 可受台湾的一般少女的欢迎的 吴二龙也 他帥仔 高大 帥不帥 不清楚 就是有点斜斜的样子 就是蔣万安就是 精精精精精 那就是 男人不坏 就是女人 temporal 是 就是那些靈性会 就是那些靈性可 就是 就是 EPG 还有一招 helping 就是 董 董 一招 陳冠希 類似這些樣子 不同的 他的樣子有點不同 總之高大英俊 跟他的背景和蔣馬 出身差不多 都是金融財俊 都是英俊英俊 金融財俊 在香港住過幾年 二龍也在美國當過海軍陸戰隊 所以身材都灰暈 在香港也做過幾年 就是金融公司的高層 年紀不是很大 那些人當然追到黃成國 他說這個人是什麼人 這個人現在已經是總統府的資證 這個背景不夠顯 原來那些人再追查下去 因為你安排了這麼多 安排了吳怡龍做民進黨台北市的黨部主委 你又安排了趙映光 趙介佑 這個臭小子的老爸 做平議會主政 你又安排了趙映光 趙介佑 做這個黨代表 你這麼大把炮 那你查下去 原來他被蔡英文委任為總統府之證 這樣都還沒厲害 現在就是懷疑他是黑道人物 不是懷疑 根本是公開的 那這個黑道人物是誰認證呢 法院 原來他在2018年左右 或者2000年左右 是地方法院 和2018年在造工法院 認定他是天道盟的成員 精神領袖 亦都說他每次提到這個黃成國都以黑道背景 說他 好了 那黃成國 你這些當然是藍營揭出來的 他說你們的藍營就污衊我 抵毀我 他說我啊 我連開車 紅燈我都不會衝的 我怎麼會去黑道 但是 開車不衝紅燈和黑道是兩回事 他是不用開車的 就算是開車 那我黑道不一定要衝紅燈 你兩件不騙的東西 你強行拉過來 我過馬路一定看紅燈的東西 我怎麼會去黑道呢 我平時不說出口 如果平時有看台灣的新聞 特別是文字新聞 其實你可以看到 某一個黑道中人大 即角頭大老大哥 死了 有人來送殯 這樣 你見到呢 報紙就會寫完 由死者 到來出席喪禮的人 寫完他們 什麼 哪一個幫派做什麼 他的身份地位 他的背景有多紅厚 手下多少人 為什麼他現在這麼顯赫 全部都出了書 在台灣很奇怪 公開的 即你報紙都可以寫出來 如果香港來說 很忍悔 趙叉叉 香港都有的 不過香港那些 是不會公開出來的 因為見到 如果在香港 如果有這樣的儀式 其實那些人一定會去的 那些警察 就在門口就掃人了 那你報紙 你不會寫明 哪一個幫派 這個數字幫 那個就是什麼 什麼金錢幫 不會寫出來 你兩個寫的地方 那個黨派文化 即你寫的時候 你不會說明的名字 你說忍悔一些 胡蘇什麼 我姓張胡蘇張 他不會說張三 不會寫明的 因為台灣的黑道 是很嚴重的 知道嗎 嚴重到 它是滲透到 每一個地方都有的 當然 黑道來說 剛才說的 黃成哥 以前有立委羅福佐 都是天道文 這些都公開的 不是什麼秘密 我們說回這裡 這件事之後 林志偶 趙介佑犯案累累 原來第一 逃兵刑 拉回去兩次 兩次都逃 最後還要警告那個教官 不要的 他說你算不說我殺了你 你再抓我回來 這樣也行 這個 軍人這麼說 殺了軍人 這麼兇死 第二件事 他說他在街上 開槍 嚇人 也打傷人 有個報警 警察未來救護車先來 他說不加工 他就偷了人 救護車 開走了 還撞到兩架車 哇 真的很厲害 這些絕對是我巴士李剛 大哥 真的 還有 剛才說 他服兵役 其實他應該是服 體代役來的 他年紀好像是服一年 還是四個月 是的 但是 在台灣有一句話 以前當兵的時候 就嚇一下兵哥 因為擔保患得變 為什麼呢 以前當兩年兵 但是 你犯事 就抓你去監禁 那你就坐牢 那你坐牢就不計算的 你坐完 在軍事法庭裡面 在軍事監獄裡面 你坐完的話 有些是明環不靈的 你坐完又坐 出來就放牢 出來一個月又犯事 又再坐一年 所以有些人 坐兩年監獄之後 當兩年兵 是可以當足六年到十年 好了 還有一件 更離譜的 就說 北投派出所 就抓了他 趙介佑的一條小子 他去北投派出所 就說 我想見一條小子 直接去拿人 那麼 警察局也給他 跟小子見面 還在吃一頓飯 還拍照 放上Facebook 這些始祝就是 四大探訓年代 但是那時候不會拍照 你說這些夠不夠我巴士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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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來當兵 在那個監獄裡 就調回台北市 那些都是輕鬆 很輕鬆的崗位 結果他又是 又是整天不到人 不見人 去到 但是最大的問題 那個去那個區 那個兵役所 那個其中的員工 他就是之前 馬英九做市長年代 馬英九被人告 那個叫做 那個叫做 他那個助理 那些什麼小金庫那些 那些什麼法票 那些法票問題那些 就去坐牢 就去告了 現在就調去兵役所 又關於他事 但是 他在那個兵役所 但是問題在於 他在那裡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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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明空開槍 之後那個人就報警 看監視器 看到這個人 原來趙介佑做的 經過家屬協調 交出槍枝 當初偷開救護車 法院考慮他態度好 罰了他四個月 還可以用科疫金十二萬 在台灣般來說 如果是監禁不是重罪 五個半年 五個六個月的話 很多時候都可以用這個 對空明昌 觸犯了社會維持治安法 開罰一萬 不過他又牽涉到 幫暴力集團追債 這次被依照犯罪 判刑兩年四個月 案件還在上訴 你又要是否犯罪 那個監獄 在監獄裡面是服役的 不是服役的 他就調去北投區公所服役 那裡其實是坐辦公室 沒有什麼做的 那些就 就是上班下班 去都逃兵役 逃兵役 逃兵役不上班 已經抗工 這樣已經是逃兵役了 所以你蔡英文出來 又說要有什麼 根據民進黨的所謂排黑條款 其實這個排黑條款 一向都在這裡 然後你在中常委那裡 又說我們要決心 不要被黑道侵入我們那裡 問題就是你講這句話的時候 黃成國就坐在下面 沒錯 這個人就是黑道 你都不敢動他 然後你在這裡大放缺詞 好笑 有什麼意義呢 好笑 那你台北市這個黨部 就說要開閘 又開除這個趙介佑的黨籍 這些沒有意義的 沒錯 你是不可以撫下抽身 你把那些所謂黑道人 你說啊 所以有些又大風向了 你們國民黨當年又說 那你現在說我們 那個問題 我當你現在說得對 那我幹嘛要選你 因為你廉嘛 你清廉嘛 我選民進黨 你自己說是嘛 你自己跟人在這裡沒有關係 你說國民黨黑金 我們就不去選他 那你說你是清廉 我就選你 原來你的暗家產 你跟國民黨一樣 那我為什麼要選你呢 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不要把別人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烏水破了別人 國民黨混蛋 那你不去選他 我們就認了 但是今天民進黨混蛋 那你也要出來講個道理 你不能說 他又黑 那我又黑 不行嗎 你怎麼這樣說都可以 這些風向大連都沒有意 你香港的 我不讓人受 你香港的社會 大都會受 你這些環境 其實你見到 其實那個民主的進程 是要有一個很長時間才成熟的 你把這些多方派的利益在裡面 你基本上很大問題 那些自外發權 沒有能夠建立 國民黨年代有沒有這些黑度 是有的 是有的 但是國民黨的黑度 不會去到那麼高位 不會去到那麼高的 總統會資政 這有多大的名氣 不會像我巴士尼乾 以前不會 就是國民黨怎麼黑 你們自己在地區搞 你不要搞中央 就是不要黑上來 因為你的國頭 我都要老實說 政治上面拿票 也要靠這些地方 地方國台拿票 你們在地方上面黑 不要搞亂當 不要搞中央 有秩序的 有地下秩序的 你現在不是 你引狼入室 來到民進黨的中央 而且還是總統府資政 這個名氣極大 沒錯 現在去老豆 行政典院長可能是黑道 黑幫中央 去老豆 趙遠光 已經是請辭 沒有做那個 不市黨部的平衡 黃成國那個先緊要 那個是老刀八指 趙介有個孤姐 趙心如也請辭 台北市黨部執行長 哇 每個人都說 大家有興趣 就相信 真的是美女 張三講得美女 真的是美女 因為我講的美女 他都不一樣 你看 宋朱偉姐 嘩一聲 好像回味著 我只是羨慕趙家 我羨慕趙家 可以一門有幾結 幾結 但這件事之後 每個人都說不認識他 我們看看一張相片 先看一張相片 嘩一表人才 那就是年輕的那個 那就是年輕的那個 那個就是年輕的 沒有了頭髮 大一個人 這個就不要說 崩口人技 崩口碗 你不要說 哈哈 一表人才 那旁邊那個呢 我們的內政部長 徐國勇 那警政處是屬於內政部的 是 那他又 被人畫了這張相片出來 那這張相片 就是趙家 又去那些社交平台找出來的 那他說 人家和我來拍照而已 我怎麼知道他是誰 才行 你張三個來找我拍照 我都會和你拍的 那個問題是 你說的人 你都要說自己 因為當時很多馬英九和那些 類似匪蝶那些人和他拍照 你都說 你馬英九說不認識他 你找這個懷疑匪蝶 你和他拍照 那你說的人 那我就假設這些你都認識他的 還有 吳二龍 他去上次競選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提名人 提名人 他說他不認識他 是嗎 我都不知道 我等我提名他 一出事 各個都不知道 各個切割 各個黨代表 謝功說 你國民黨 一千多個黨代表 不認識不出奇 你國民黨黨代表 好像幾十個 民進黨 八百個 你又說不認識 你才不是 大家 那些不做 下次就是國 立法委員 你不做黨代表 就給北分區的立法委員做 所以 就是 這樣說 台灣的政治和黑道的結合 都是由來而來而來的 我不敢說 一定是民進黨 國民黨聯絡都有 但是搞到這麼嚴重 去到 黑道可以當上總統的資政 就真是沒有事 很少見 很少見 徐國勇先說 那些話 其實這些場合 很多名人都會被不知名 我都找過這些不少人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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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到那些位 別人過來拍照 難道說不好嗎 都不知道是誰 真是有可能的 不怪張三 不怪你去簽我們拍照 前幾天 有一班異警的聚叉 這是很危險的 真的 七百 七百幾人 那裏擺了七十幾位 大家沒有以為十個 七百幾人 台灣十人一位 那裏面有警政署的處長 有異警的額頭 那些台北市市議員 很多的 顆顆都是巨星來的 竟然有兩個人 去到那間餐廳 扔架齋 那這個呢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